烧烤店的铁门上午拉下来没有营业 不过地上还可见到被砸毁的玻璃门碎片 一旁的塑胶板凳也破了个大洞 当时烧烤店员工就是抓起他来砸玻璃门 把整个烧烤店大门给砸碎 老板娘被这一幕吓到赶紧报警 11号晚间在这家烧烤店工作的陈姓男子 跟老板娘等人一起喝酒 一直喝到凌晨老板娘要员工先回家 没想到员工借着酒意回向老板娘 连店里都管不好还管到他身上 接着开始翻旧账 责疑老板娘为何平常都不用收桌子 把工作都推到他身上 店里面的一些桌椅啊 一些东西都是在收老板娘都没有帮忙 可能也是借这个酒货来发现他心情的不满 警方到场将陈姓员工带回 并因毁损罪行引送 员工酒醒之后 对于自己酒后的失态行为也相当后悔